大家好,今天我们来看一块金士顿的硬盘 最近金士顿的盘我是接了不少 颗粒几乎都换成了凯霞或者是闪迪的BIS-5晶圆 在一段时间内不使用或者是长期没有读取过的文件 就会包出现冷数据问题的那个BIS-5 目前这块盘它是已经被修过一次了 上家干过的地方有电源芯片 还有这个主控也被干过 我们先通电给它看一下情况 目前这块坏盘的电流是跑不上来的 我们把它给拿掉 可以看到这个电流几乎是起不到什么变化的 我也把这个情况告诉了这名盘主 然后就顺理成章的 获得了由当事人提供赞助的同款料板 我们来看一下料板的电流 料板上电以后 电流是稳定在0.27左右的 其实MV2这一个型号的硬盘 想找群联主控的并不容易 因为根据我以往买料板的经历 还有维修过的坏盘来看 比例大概就是四个里面 才能找到一个群联方案的 其他几乎都是2267XT主控的 群联5021坏主控的概率还是蛮大的 因为不管是金士顿还是英瑞达或者其他OEM 至少我自己接手过的5021这个主控 坏主控本体的还是蛮多的 因为这一块硬盘它目前是不上电 我们先来测量一下 它是不是有其他地方短路 导致这一个供电芯片触发了自我保护 这个供电设计还是比较简洁的 只需要测量这三个电杆就可以了 这里看起来没有短 第二个电杆有200多欧 不知道有没有短路 假设它是通向主控的供电 那200多欧有可能是正常的 这里有4点多兆欧 看着也还好 刚才我又扫了一眼 发现接口这里有一个地方 它掉件了 可能看得不太清楚 这时候我们再把料板拿出来 是不是就一目了扬了 没错 一个黑色的小元件丢了 一般在接口这里的元件不是二极管 那就是保险了 因为这上面的字体我也看不到 我也不知道它的具体功能是什么 管它是什么呢 反正有料板 咱们直接从料板上面插一个过来 万一到时候是这一个小元件导致的故障 不知道上下看到我的视频 会不会拍断大腿啊 事实证明 显然是没有这么好捡的漏打 这个小元件补完 电流依旧是一样 有可能它这个供电芯片也是坏的 我这个主控摸起来都没有发烫 现在我们再把这个电源管理芯片给它更换一下 电源芯片换完 这个电流也可以轻松跑上来了 跟刚才测试的这个料板也差不多 因为这个电源芯片它的引脚比较密 不知道是上下那边把这个电源芯片推空焊了 还是由于之前的掉键或者是电源芯片自身的问题 引发的这一个故障 反正目前故障的前后顺序已经无从查起了 我们现在上机测试一下 上机之间轻松秒杀 上下看到这里可能撑得要拍断大腿了 其实这个硬盘贴纸之前拍照给我看的时候还是挺完整的 后面也是过了几天才送过来 有可能那段时间上下还在苦心砖研着解决方案 没想到就被我捡了个漏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金士顿的MV2 对方怀疑这块硬盘是短路了 我们来看一下 商店确实是大短路状态的 而且还能听到这个硬盘正在吹着口哨 短路的结论是对的 具体它短路在哪里 我们还需要对它进行一个全身的CT扫描 之前有网友问我为什么明知道是进水或者是短路的盘 你还要给它直接上电 而不是先把这个电路问题排除掉以后再进行测试 这就是一个先有机还是先有弹的问题了 如果这块硬盘到我手上之前 只要客户没有明确说过它没有上电的 我默认就是对方已经尝试过多次以后 无果再来找我的 要坏的话在当时肯定早就已经坏掉了 所以在进行测试的时候 重新给它上几次电 对整个结果是没啥影响的 如果我不对它进行测试 也无法得知它坏在哪里 好像是左上角这里在发烫 先把它这个芯片给它拿了 现在商店已经不会出现大短路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四周有没有漏网之鱼 这个短了 这里也是短路的 看样子果然还是有漏网之鱼啊 现在我给它接了一个衣服的上去 通电看一下 1.3A大短路 看一下热成像 可以看到 这里有一个点在发烫啊 这里恰好是两颗小电容 而且还有一颗好像是歪了 我们先把这两颗小电容给它拆掉 如果这两个小电容拆完以后 还是短路的情况下 那有大概率就是这一个主控本体短路了 拆完以后它居然不会短路了 那我们再把刚才拆掉的芯片给它补回去 OK 现在上电是不会大短路了 但是这个电流 我怎么总感觉不太对啊 刚才我上集是没有检测到这个主控的 现在我们再给它短接看一下 能不能识别到这个主控 短接也没有反应啊 这里是空白的 根据刚才检测的情况来看 这一颗主控肯定也是包挂了 这跟我刚才拆掉的两颗电容没啥关系啊 因为电容我已经给它偷偷补回去了 那接下来我们掏出料板 直接把这个主控给它换过来 主控现在我又给它重新装好了 可以看到目前这个主控是能轻松识别出来了 我们来检测一下它这个ID能不能出全 颗粒ID读取没有问题 根据这个ID信息 它应该是一个BIS5的颗粒 现在硬盘里面的资料已经可以轻松滤掉了 但是这一个过程并不太顺利 因为这一块盘还存在一些比较严重的冷数据问题 刚才我也没有干这个颗粒啊 现在这个读取速度就变成这个鬼样子了 它的速度目前是1.8兆左右 如果它坏的更严重一点 好比如说主板自身短路 要涉及到干颗粒的那一些 我估计这一块盘是撑不住再被干一次的 基本上这个制成的颗粒差不多就是这样子吧 至少比之前的QLC要快一点